現在就好了 好像沒什麼練的 還沒開始彈就快死掉了 就關掉了 因為說 我們剛才已經求出了關於SK的 這個地毀史阿 然後我們現在要提到 你們可能會覺得沒有關聯的另外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事實上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們也就是所謂的巴賽的問題 巴賽的 Be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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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賽的問題 在49世紀的時候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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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在49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極速非常領取能不能注意 但是為了來引進這個極速 我先給你們一個小小的 有趣的 你們有學過 沒有 沒有 拉普拉斯轉換嗎 沒有 你們一學期是上現代什麼 對 我只上現代 對 人生真是可悲阿 我們是醫生用一次蛋糕講 好 那我們介紹一下拉普拉斯轉換 拉普拉斯轉換呢 是一個可以把函數 你把任何一個函數丟進去 就產生另外一個函數 就產生另外一個函數 new 然後這個變數 假如說這個函數變數的x 然後它變數就是x 那我們要怎麼把一個函數變成另外一個函數 譬如說微分就是一個 可以把一個函數變成另外一個函數 然後在旁邊乘一個神奇的東西 然後再把它積分起來 然後再把它積分起來 那你每丟一個函數進去 那 都會跑出一個新的東西 這個東西就變成新的函數 譬如說假如是e的話 然後你把 這個從 0到s 出來呢 新的變數就是s 這是fs 那這個就是一個積分算子 那我們通常把這個東西 那些地方的東西叫做核 憲心代數裡面也有一個叫核 但這個沒有關 反正POW也會發展的憲心代數 多樣的東西 那麼 現在這個拉伯達斯的轉換 它的 核就是長這個樣子 喔 我們再沒有調過 不知道啊 你怎麼是sd 那這個就是個sd 那我們現在要研究一下 把一般的函數帶進去 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你想想把什麼函數帶進去 1 1 1 好 1帶進去 你用得到五線道吧 0到五線道 對0到五線道 對0到五線道 0到五線道 好 這個我同學們很聰明 只要我心裡也想說 就在把五線道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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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個積分計算是什麼 你們上過了一年的五線道 你們應該可以很快再解除了這個 不過 又是太難了 解除來很明顯就是 1-s x 因為在這邊s跟x沒有關係 所以s要除下來 1-s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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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搞錯了啦,搞錯了啦 可是阿建的法輪羅尼爾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跟新新代書有關的 我第一次看我就算幾夠,他現在也沒有完全理解 有那個書有嗎? 也就是說呢 Gran Smith正教畫法 這個可以把任何,你先給出一組函數 然後把這一組函數去重新組 就可以做出一組函數空間裡面的正教基底 會配方 就是 用所謂的正教畫方法 那什麼樣,譬如說我們現在平面看了兩個 他要構成平面的一組基底 那我們要怎麼把他變成正教基底 好,那我們就想到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們希望他變成這個 那我們就把他 我們就把我們不想要的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不想要把它扛掉 就把它殺掉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 那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內積到他身上去 投影到他身上去 然後這一塊,就把它刪掉 然後就塞在這一塊 所以我們就讓他兩個正教基底 他有三個是怎麼做 三個的話 就一起來 就先 一致做兩個 然後兩個之後已經正教 再把第三個投影到這兩個 把那個東西消掉 剩下的第三個也是正教 那你把這個 把內積的定義定義 定義為A0到1 然後 0到1 FG VX 這個東西 你再把它下去做 Grain Smith的正教化的過程 就會出現 Rajun的 多像是 我們都是自學 我們今天這個我們都是自學 這把四面 對 沒錯 然後 這個 主要是助教的教 這個上課 上課就當疫情養性 因為他上課是比較就是 大一跟大色的同學 大一到大色的同學 所以這個是題外話 大概就是得把我岔開 那麼 那我們想要求這個 你們會求這個嗎 這個題外 我 我 我們把這個 大普拉斯轉化的 用一個大A0來講 我們把A0放進去 它的變數 新變數 然後 然後 integration by part 哇 這個 當初另外一次想要 然後居然想出來 可是成為一下反對 這是程度的差距 為一看先猜 然後integration by part 會變成什麼 你這個 x 我只知道名字而已 你想要幹掉是誰 x 你這個幹得掉嗎 幹不了 你這個 把x幾分之後 變2分在x平方 跑出來對不對 然後 這兩個組合在一起 然後這個在這邊 然後這個在圍 你就需要 去幾分 x平方 那你不是更複雜嗎 那怎麼辦 所以把這個東西 幾分 拿出來 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那這個東西拿出來就是這個 然後 x太多了 再把 x 放進去 x 作為分 然後就變成 欸 我們是不是看過類似的東西 欸 如果不看這類似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看過類似的東西 欸 對耶 那我們是不是就會解 這是什麼 這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看左邊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在0的時候大概是0 就變0 你在0的時候 這個地方會跑到0 你在無限的時候 這個大東西 這個指數跑到0 對 整個東西這個都不見 在0的時候 在0的時候是1吧 x方位的這邊是1 對啊 可是這邊是0 所以整個東西都消失了 所以這個東西不要管它 那我們 這個東西又是什麼 這個東西 s跟x沒關係 所以這個s就可以拿出來 那這個呢 破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求出來 s分之1 破 破 所以看現在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xs分的 求出xn次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那我們先看 lx012 就是1 lx1呢 我們剛剛要結算 就是剛剛那個 就是1 再加上我們再乘以這個 對吧 因為我們剛剛 右邊的那個東西 是1 1在乘以 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積分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是 s分的 那如果是s2 你一開始的話 你會先把 x2拿出來嗎 x2 然後這邊有1 然後可是這個東西都被殺掉 然後現在這個 然後 s分之1還留著 因為是 這邊有s 那這個東西永遠會消失 那這個s分之1 然後呢 這邊就是1 可是呢 你現在是x2嘛 2微分之後 就變成s 可是2 所以這個比 這個又是我們剛剛做過的 所以我們就這個 所以說我們會發現 差不多要是轉換的 對 x平方去做的話 會變成什麼 2分之1 s平方 還是3次方 對吧 那 xn次方怎麼做 聰明的成為1 你可以告訴我們 太難了 這要問你為什麼 我覺得 我就要去問這個 打電話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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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加分 一 xn加1 x 4 xn加1 xn 然後上面是n-1 請看 哈 n-1 j 好 n-1 j 那我們就得出了這個 xn次方的特例的公式 那这个是 我们就觉得 我们现在 做出来 我们感到非常满足 对不对 然后 可是 可是我们觉得 开始无聊了 我们就觉得 好像没什么事做 那我们要做 那我们现在 有什么有趣的事 可以玩 我们就突发奇想 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 把这些函数 对着来一直 把它加强 有这个s分之一嘛 这个s分之二 这个s分之二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 除过来 不用除 我们就 不是 是对某一个式子 对这个 例不就是说 对这个式子好了 我们把这个东西 我们带s s带一进去 就可以得到 s分之一的时候的形成 对不对 那我们s带二进去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 s分之二的时候的形成 那我们就 就干脆把一和二带进去 大家把它全部加起来 它会变怎么样 这可以吗 我们突发奇想 就把这个式子 对着s加起来 那我把这上面 就擦掉 只需要最像这个 我们想把这个式子 对着s加起来 那左边是什么呢 是xl xn ls 就是左边是这个 xn 是吧 e负st dt ok s e负st sd 就是零到五件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把s 等于1带进去 就得到一个 就得到 n-1 你确定是3-1带吗 不是n-1带吗 不是n-1带吗 那不是n-1带吗 那不是n-1带吗 我看有 s分之一 这是零 对 s分之一 1喔 然后2喔 2的话就是n-1带吧 那譬如说我们带s等于1的时候 这是sn加1 这是n-1 那我们把n等于1的时候 s等于1带进去 然后我们现在怎么 是不是就这个1 对不对 那我们把s等于2带进去 再把它加起来 这边要补一个项 就是这个地方是负x 负1s 那这边负2s也加进去 把它加起来 那这边就是 这个2的n加1带 对不对 s的n加2 这边是s的1带 这是s的2带 对吧 我们n等于2的时候带进去 n等于2的时候带进去 对吧 然后我们把n等于3的时候带进去 然后-点-点-点-然后这边要补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不让加1就加到5下 那你们把左边的整理一下 它就等于n接 乘以s的1带 加上s的2带 加上s的3带 加上s的3带 对吧 因为我总觉得那里错了 我应该是对s加 那里错了 对 对 对 我知道我们n是固定的 对 我弄错了 老师累了 对 对 那到目前为止你们可以接受吗 可以 你可以吗 有时候值得加我 你可以吗 那这是什么 对 对 对 现在加起来这边 很多指数 有这个是什么 那那个指数 有什么 是加 什么 等差数列 等差数列 是等差数列 等比吧 等比 那这个加起来是什么 1 und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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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x 加1-2x 加到五线 再对 dx 几分 那这个是不是就等于 1-1的-x 等于1 那是不是就等于 那我们现在把这两个 因为这很丑啊 这个上面有1下面有1 所以我们觉得很丑 我们上下同层 1-1 这样可以吗 我一直看不上 成为1-1可以 那可以吧 那么 我们现在 你们知道这个东西代表什么吗 这个东西我们再来看 这个东西呢我们把它叫做 Data函数 Data函数 Data函数呢 Data函数呢 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Data 也就是说Data函数的定义就是 Data函数的定义就是 直接爆掉 你知道它为什么爆掉吗 你知道它为什么爆掉吗 嗯 我觉得你掉到明天它真的 回去看 看你的维基分课 你知道它为什么会爆掉 有啦 甚至有讲过 Data函数了 那么 我们把这个写成Data函数的话 让你们知道 那你们有加过Gamma函数吗 Gamma函数可以算是一种 阶层的推广 你有学过吗 我不知道 一天再写出来 我们把NJ定义为Gamma 反正我们就是用一个 连续的东西 去这个 作为一个阶层的推广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写成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在Data函数 这种呢 就是左边的这个基数 会等于Gamma函数 乘以 对 对 对 这个是 是不是有哪里导错 因为我今天有一个地方错 理论上这边应该是 对 没错 理论上这边应该是N-1-的 是不是哪里解错 诶 难道李维之刚刚没有错 为什么 Action 这时候没错 左邊是沒有問題 右邊是我們對這個s去加 把它加起來的 可是 不是 因為下面這邊是n加1 對啊 下面這邊是n加1 可是上面不是 所以這個下面是n加1 所以錯的不是這裡 而是這裡 所以這邊其實是 θn加1 那麼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我們把ng的定義為干嘛n加0 那我們就得到一個公式 就是 這一個基本 會等於 這兩個相成 雖然我們只對n等整數的時候 導致會公式來 不過 我們在假設n等於任何一個數字的時候 我們都假設它是對的 那如果它不對怎麼辦 不對我會不知道 因為我們 反正我們就先假設它是對的 我是物理學家 我是數學家 所以我們現在要打出的就是這個 那 這個公式呢 跟我們剛才的那個 講的東西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不告訴你 那麼 以後再講 但是呢 我會發現 你會發現呢 最後呢 你寫出來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會有 意想之外的一個很神奇的遊戲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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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呢 我們最後再提到一個東西就是 關於Zn的東西 Zn代1的時候 你代2知道它會爆掉 那代2的時候它會不會爆掉 不會 代2的時候不會爆掉 你可以很簡單的證明卡 你用 你回去跟裡面學的方法 代2的時候就不會爆掉 所以你就把它寫成 Zn Zn n Zn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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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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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2的2次方 加上3的3次方 3的2次方 加上0.0 雖然這個不會爆掉 可是我們也不知道它的 收斂 對 它收斂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的值是什麼 你們覺得它的值 可能會是什麼樣的元素 會是你們 非常熟悉的元素 排過1或 金幣 排是多少 3.11 3.11 1是多少 2.718 2.718 這個問題 在歐拉還有白努力的那個年代 長期困擾了很多人 後來被歐拉第一個解出來 白努力為此 奮鬥了很久 白努力還是解不出來 他就是白努力 對 他的努力都是白努力 白努力的努力都是白努力 他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在白努力那個時候 住到瑞士巴伐的地方 6分之太平 哇 你竟然 這就是第一 你竟然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印書算久了以後就會記得 印書有人打出這個嗎 就證明有啊 證明 證明怎麼打 他就是 不知道怎麼教 他用什麼努力 他用什麼努力 成長什麼努力 好 答案是6分之太平 哇 這個其實事情呢 可以讓 任何一個初次看到這個事實 感到非常驚訝 因為這明明就是一個正整數的這個 夾下去 這怎麼會跟印緣周圍有關 應該是到無限大 對啊 可是 這個東西明明就只是一個正整數的倒數 其實假的 怎麼會出現 六分之太平 還是肚子 到底為什麼會出現 六分之太平 那麼 任何一個人看 都會覺得很奇怪 那 你們 知道這堂二 你們有沒有興趣知道這堂一堂 對啊 那這堂三是多少 當然是這堂三 到目前為止 沒有人知道它是多少 沒有人寫出一個簡單的形式 只能說這堂三就是這堂三 所以在物理問題中 有時候會出現這堂三 那這個 當寫到這堂三的時候 他們就直接寫這堂三 寫不出來 因為 因為它解不出像這堂漂亮的色子 那 誰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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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指 三十六分是拍四指 喔 好 陳文藝你是不是有 當數學家的前例啊 三十九 我是念長 好 陳文藝說的是 三十六分是拍四十分 真的是這樣耶 喔 不是 不是這樣 可悲 九十分是拍四十分 好 你記得要怎麼六 然後又突然變九十 但是你知道 這個單 數字變大的時候 它水減得非常快 大概就從六分變九十 大概是怎麼九十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講這堂 好 好 那一回一回去 你先講這段慢講 好 好 好